嗨大家好我是苏苏 今天我们来看科幻电影 谎言之底 16岁的少女小丽性格内向 在随母亲前往湖边小屋时 她突然得知母亲近段时间有了新的男友约翰 而这个从湖水中走出来的性感男人 也让小丽第一次感受到了浓烈的荷尔蒙味道 约翰除了拥有英俊的外表 还是一个睿智的水生物遗传学家 得知小丽喜欢考古学后 她专门拿出了一个自己精心准备的古董镯子 可此时的小丽完全听不进那些有关镯子的历史 她眼中看到的只有约翰散发着光辉的肉体 和性感儒雅的笑容 之后从不打扮的小丽竟然因为约翰的到来开始改变 并穿上吊带裙试图展示自己的少女风情 但约翰的眼中却始终只有她的母亲米歇尔 在席间就餐时 小丽得知约翰的团队到此是为了研究湖区生态环境 并希望通过人为的介入 帮助一些无法适应海水环境的淡水物种加速进化 而在湖边驻扎一年的她 因此巧遇了单身多年的米歇尔 两人一见钟情并很快羡慕了热恋 向小丽讲述完自己的工作内容后 约翰便吃了一口米歇尔做的沙拉 但她却很快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一旁的米歇尔健壮立刻起身关心男友 而小丽也露出了担忧的神色 似乎是感受到了两人的心情 约翰一边将米歇尔拥入怀中 一边用手搭着小丽的肩膀轻抚了起来 约翰手掌的温度让小丽心醉神迷 而就在她晚上试图疏解内心的燥热时 却听到了主卧里传来的声音声 于是小丽试图趴在门缝前一探究竟 但门口突然闪过一个人影 吓得小丽赶忙跑回卧室装睡 丝毫未察觉的约翰在补充完水分后 站在小丽卧室门前凝望了许久 随后便十分绅士地帮小丽关上了房门 第二天一早 小丽便发现母亲正和约翰在厨房调情 于是心生度意的她故意打断了两人的互动 之后在湖边散步的小丽不小心被蜈蚣咬伤 而正巧在湖边考察的约翰见状 赶忙为她进行了处理 深受感动的小丽则带上了约翰送给她的镯子 并抱着啤酒前往了约翰工作的地下室 在约翰的邀请下 小丽看到了男人有关七三蛮的研究 原来七三蛮是一种可以同时在淡水与海水中生存的古老生物 它们会通过寄生不同的宿主 繁衍自己的后代 并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而由于人类的破坏 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日益减少 七三蛮则是约翰研究的关键 一旦研究有所突破 它就能让淡水生物前往海洋生活 虽然无法理解约翰对七三蛮的痴迷 但小丽还是沉溺在了约翰温柔的笑容中 随后小丽又跟着约翰一起前往湖中搜集素材 可她无意间发现自己的大姨妈突然到来 对面的约翰随即用衣服帮她挡住 但让小丽吃惊的是 约翰竟然舔尸了她下体流出的鲜血 这样尴尬的场景让小丽十分疑惑 她赶忙回到家中清理身体上的血污 可她并不知道 约翰竟然偷偷摸进了浴室 并十分饥渴地拿走了那件染血的外套 而由于约翰脸上的笑容十分诡异 小丽便试图打电话告诉自己的好友 可她很快发现手机里只有奇怪的盲影 于是她赶忙用电脑发信息找到了好友 并让好友第二天一早赶来 当晚心事重重的小丽辗转难眠 而一道红光却突然透过窗子照了进来 于是她随即走向窗边查看 并发现约翰正举止诡异地走向了湖中 感到惊恐的小丽立刻出门查看 可此时的湖中空无一人 而约翰则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虽然约翰身上毫无水资 但小丽依然对她充满了质疑 第二天一早 小丽发现母亲竟然倒在马桶旁狂吐不止 在母亲的不断恳求下 小丽只能驱车前往附近的小镇购买验运棒 而在小镇上 她发现打扮时髦的约翰正抱着一个陌生的红发女人走过 由于忘记付钱 小丽被售货员追了出来 她也只能看着约翰与女人驱车离开 之后小丽回到了家中 好友也来到了小屋 而当小丽拿着验运棒前往卧室时 倒在床上的母亲看上去更加虚弱 但她却十分放心地将自己交给约翰照顾 并让小丽离开了卧室 小丽则将约翰身上诡异的表现告诉了好友 好友听闻便决定找米歇尔说明此事 但不知为何吃完东西的小丽竟然在卧室内睡了过去 而当她醒来时好友已经不知所踪 母亲则告诉她 她的朋友已经提前离开 接着母亲又将自己怀孕的消息说了出来 小丽闻言后立刻劝说母亲离开约翰 可早已被恋爱冲昏头脑的米歇尔却狠狠地训斥了小丽 还打了小丽一巴掌 为了拆散母亲和约翰 口不择言的小丽说出了母亲的真实年龄 这样原本以为米歇尔才35岁的约翰立刻脸色阴沉 并随即愤怒地夺门而去 当晚在沙发上烦恼的小丽彻夜无眠 可她很快在深夜听到了屋顶上传来的奇怪声响 于是她赶忙拿上手电外出查看 一无所获后 她只能返回了屋内 可随着声音声再次响起 她发现归来的约翰正与母亲放飞自我 除此之外 约翰的背部还有奇怪的纹路在游走 受到惊吓的小丽立刻返回了卧室 可随着声音声消失 她发现卧室内的两人也不知所踪 担心母亲的小丽到处寻找 但这时湖水中再次出现了红光 于是为了能看清湖中的场景 她将汽车开到了湖边 但由于没有拉下手刹 汽车竟然顺着斜坡滑入水中 眼看文艺能帮她离开的交通工具因此报废 小丽顿时陷入了绝望之中 可当她打开汽车的圆光灯后却发现 黑暗的湖水中似乎停泡着一个奇怪的飞船 返回屋子的小丽再次试图拨打电话求救 但发现信号依旧受到干扰后 她只能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顺着响起的手机铃声 她来到了被约翰精心布置的地下室 而蹚过积水的地面后 她发现母亲正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缸内等待生产 小丽健壮本想解开母亲手上的束缚 但却无意间看到了母亲手腕上的标记 而墙上也写着这些奇怪的图案 被她唤醒的母亲则一边低声道歉 一边催促她赶紧离开 由于门外有了动静 小丽便赶忙躲了起来 并看到长着奇怪双足的约翰走了进来 但因为刚刚打翻的盐混入了水中 无法适应的约翰只能套上了一双雨靴 而躲在一旁的小丽健壮 便意识到约翰其实是一种惧怕盐水的湖底怪物 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培育出可以适应海水的后代 而在约翰的催促下 米歇尔最终淡下了一个怪物幼崽 但似乎是她的年龄过大 生出的孩子并没有让约翰满意 于是透过地下室的小窗户 小丽看到走向湖边的约翰 竟然将一颗发光的小球补给了小怪物 而为了不让约翰再次进入地下室 想另一赶忙锁上了地下室的大门 并用约翰的电话报警 可她很快发现 电话里之所以充满了盲音 是因为约翰在地下室安装了干扰设备 于是她随即敲碎了设备 并最终联系上了911 在报警期间 她看到了自己已经死去的好友 而好友此时早已成为了七塞满享用的食物 躲在书桌下的小丽十分惊恐 可约翰很快就冲进了地下室 然后把她抓了起来 幸好危难之中 小丽推倒了塑料桶 并将里面的盐力撒了约翰一身 被灼伤的约翰这才倒地不起 而小丽则赶忙跳入水池将母亲捞了出来 可就在她搀扶母亲逃跑时 却被人偷袭陷入了昏迷 而当小丽再次醒来后 她已经被绑在了地下室中 一个用一个约翰也随即走了下来 并抠开了用来伪装的墙皮 在小丽惊恐的目光中 她看到墙皮后竟然躺着一个个浸泡在水里的红发女人 而那个被她伤害的约翰此时也走了过来 并突出一个光球逼她吞下 之后陷入昏迷的小丽被喷出的水流唤醒 她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了一个玻璃棺材内 而在无数红发女人的环绕下 被成功寄生的小丽很快适应了水下的生活 并随即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